哇 贝雷批啦 仙女姐姐生气了 所以这个游戏的剧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遇见仙女姐姐玩水的时候 千万不能帮她晾衣服 要一起玩水才可以 没有一起玩水就贝雷批 李小瑶一番囚牢 仙女姐姐选择原谅了她 还同意送灵药给她救婶婶 现在可以参观一下水月宫了 原来这里住这么多人 不过都是女人 还会有什么惊喜呢 预知后事请点关注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 上期视频关注龙家猫咪 每天龙哥哥都会和大家分享 我有趣的养猫日常 记得点关注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